早晨 各位 我是思古井 喜歡我節目的朋友記得留言 訂閱 讚好 分享出去給更多藍絲的親朋戚友 知道這裡有個年輕人需要大家支持 今天的節目就是井仔 怎樣看 今天就有一條很簡短的新聞想跟大家分析一下我怎樣看 那段新聞真的超簡單 基本上標題就已經是內容 就是說區議員即將都要宣誓效忠香港政府 沒有了 今天的新聞真的只有這麼短 所以今天都是我的個人分析比較多 再說一些詳細的新聞 林鄭月娥終於在2020年1月27日 終於說明區議員要宣誓效忠 然後在過了農曆新年後 就會去提交這個草案 而且說明區議員違反了宣誓的內容 是會有法律後果的 可能不是這麼簡單被人割職就算了 可能是會參照好像之前被DQ了的立法會議員 要去追回他們的工資、津貼、諸如此類的 但是說實話雖然已經是有先例去追回那些工資 但是追數還追數 根本就有很多被人追過數的人 其實就是未找過數 或者是說明不會找數的 例如柳慧晶那些 那時候DQ了他都說要追回那些工資、津貼等 但是他們那些人就只懂得在玩什麼法律遊戲 想靠法律程序在拖時間 不找數 其實我就有一個想法 我就會認為 會不會追翁之意不再走呢 總之 要被人追數那個 就不停在玩法律遊戲 把時間拖得有多久就有多久 然後就變賣了自己所有的資產 然後就順便去外國走佬 然後每個都會變成翻版的許智峯 走佬著草不用還錢不用負責任 然後就把所有的公帑代代平安 走數的部分就說到這裡 於是 然後就想跟大家說一下關於區議會部分的問題 究竟為什麼要落實去宣誓這件事呢 很明顯就是區議會發生了很多問題 政府要去清潔要去做事 所以才要去說要議員宣誓 大家都知道那些小黃人在2019年的年尾開始 他們就用了很多骯髒的手段 就贏了很多區議會的議席 然後其實就由那些人當選了之後的一個月 其實大家都看到他們是從來都不會安分手機 去做自己的工作的 即是那些攬炒派上任一年以來 經常就是用自己區議員的身份 不停在那裡玩弄政治 不搞些民生東西 只是在那裡玩政治 蓄意就去跟中央和香港政府去做對抗 包括會利用一些議會討論的事項 去推動一些抹黑國家和特區政府的一些資訊 還有會懸掛一些環額在社區散播一些不實的訊息 還有有很多反中和反政府的言論 例子我就不多說了 即是大家隨街或者在自己的區 你們都會見不少 因為如果要數例子的話 可能拍十條九條片都不夠 那我繼續再說 而且呢 有時還會無故地去禁錮官員 以及拒絕某些官員去出席他們的區議會會議 之前鄧炳強也有去過中區區議會開會 但就特意被姓鄭的區議員各種刁難 不過最後去刁難鄧炳強的那個人 最後他自己都自食其果了 那就是因為他去起警察底去貼警察的資料出來 最後就被警察抓了 這個相信很出名 大家都有聽過一下 然後其實這些小黃人攬炒派 還有很多搞事、搞屎棍的行為 已經是反映了其實所謂的區議會 很多已經失效了 然後我就想跟大家說一下 一個關於時間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香港政府做這一步 即是要區議會的人去宣誓 其實已經是遲了差不多成年了 即是明明由那些攬炒派他們2019年就開始發工了 所以按常理其實如果現在是2020年的1月27號 那整件事就很合理很迅速的 因為你被那些攬炒派威了幾個月之後 再正式用法律去隔走它 這樣是比較快、比較有效率 但是很奇怪的 現在已經是2021年了 即是區議會被那些黑暴玩了一整年 才開始去整頓他們 所以我覺得來得太遲了 還有我個人是有點私心的 那我就希望這個宣誓法 是有追溯期的 即是你不可以去說給那些黑暴議員 就說他們宣誓完之後 然後他們就繼續裝乖乖 那麼他們這一年做過的破壞 他們要不要負責任 如果不用負責任 那每個人都肯定會在追溯期之前 即是在他們宣誓之前 盡地一步 玩到盡 所有撥款 不要管了 批給所有那些什麼黃店 什麼政治組織 全部批掉 總之越亂越好 有這麼亂得這麼亂 所以我個人就覺得 其實追溯期這件事 其實是必要的 如果真的有追溯期的存在 可能宣誓完之後 有很多的區議員就會立即被隔離 可能又要進行一些補損的機制 不過這些就是後話 到時就要看看農曆新年之後 即是遞交了法案之後 究竟詳細的條文是怎樣 如果會即時插走一群黑暴黃絲 那又如何進行補損呢 這些就要到時新年之後就慢慢去看 還有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想跟大家去說一下 因為其實說去立這個宣誓法 不是說一朝一夕 不是說上個禮拜有人說 然後今個禮拜政府就去做 其實是由幾個月前開始 已經不停是由一些 建制派的議員去發聲 不停去向政府建議 希望可以整頓一下區議會 叫那些黃絲宣誓 起碼有件事去約束一下他們 搞破壞的行為 但是政府說了幾個月 都是無動於衷的 而且那時候還未見有什麼 實際的行動去做 所以就有一群建制派的議員 集體去聯署聲明 我看新聞是說有80多個建制派議員 要求盡快去定立這個宣誓 及聲明條例和區議會的條例 當然也收集了很多普羅大眾 很多真香港人的意見 才能夠成功施壓 讓政府終於有一個動力 去清洗現在的區議會 因為實在太烏煙瘴氣了 說到聯署收集大家的意見 聲音向政府反應 這裏有一個屬於我的題外話 想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有時如果大家見到一些 建制派藍營的政黨 他們去擺街站叫大家去簽名 或者叫大家上網做一些聯署簽名的活動 其實我是極度鼓勵大家去做這些事情 去簽名、去上網、去聯署 去投票、支持、諸如此類的事情 因為這樣才能讓建制派 有心做事、做實事的議員 可以收集到香港人真正的心聲和意見 這樣才可以向香港政府有效 並且合理地施壓 讓政府可以去做實事幫大家 這些就是做實事的議員會去做的事情 向政府施壓都是有規有矩的 我們就是私民人、說道理、說法律 我們是收集大家的意見去做的 而不是說 我不喜歡馬上丟到汽油彈去燒你 再不是淋你紅油 再不是抓政府官員、低下層、高層 不理 總之先打了一鍋 不是這樣的 所以這些合法、合情、合理、有效的投票、支持活動 我是鼓勵各位去參與的 就好像之前有個說去DQ四個立法會議員的時候 都放了很多街站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我印象就很深刻 因為當時我也有去擺街站 我當時就是在公民力量 即是李梓敬那邊 我就在馬鞍山的其中一個地方去擺街站 不過呢 我就分享一下自己的經歷 我當時是第一次去擺街站 但其實當時擺街站不算順利 因為當時有些小黃人 他就一手搶了我 即是那塊板 那塊他叫人簽名支持那塊板 一下子搶了在地上 然後還要畫花 不過幸運的是 當時他搶就搶了我那塊板 但之後呢 大家都沒有發生什麼肢體衝突 要不然呢 可能我就會提早見了報紙 到時大家就不是因為看這條片 而知道我曾經去 都有幫忙擺街站 而是上報紙見到 有個年輕人被黃人打 那時候呢 大家就會知道 原來有個小孩 也不算小孩了 有個年輕人去幫人擺街站 結果又被小黃人打 那樣 好啦 今天的節目就講到這裡 喜歡我節目的朋友 記得留言 訂閱 讚好 分享出去給更多藍絲朋友 知道這裡有個年輕人需要大家支持 好 就這樣 拜拜